1996年10月的一天傍晚 在6号刑场上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的干警 正在对一名罪犯 验名正身 一个男审判员和一个女检察员 最后询问双臂被反绑的罪犯 罗玉刚 市中级法院定你什么罪 判你什么刑 流氓 死刑 你上诉了吗 上诉了 我有精神病 公安机关早已经委托有关医疗部门 对你进行了司法精神病的鉴定 鉴定结论 认为你没有精神病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你的案子 已经做出了终身裁定 认为原判定罪量刑准确 审判程序合法 驳回上诉 今天对你执行死刑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 我服从判决 砰 一声枪响 划破了木海茫茫的长空 欢迎收听 由刘大明为为您播讲的中国大案记事之 一个追求畸形刑刺激的死刑案 春节刚过呀 这是1996年2月的一天 位于海淀区 永峰江北侧的公路 这条北京郊区的街道 以它特有的坦诚和旋律 开始了新的一天 这个时候 这一代人们上班的上班 上学的上学 退休工人在街旁公园做气功 也有演员在林子里面吊嗓子 八点钟之后 路上的喧闹开始降温 跑步的 北外雨的 练小提琴的 都不见了踪影 车辆行人 明显稀少 在这平静的气氛之中 从公路的那一头 过来一位红衣少女 由于上午的课程安排 是在十点钟之后 所以 她一边骑着 她那辆凤凰牌的子行车 一边晃晃悠悠的 欣赏着沿途的风景 生活多么美好啊 春天的鲜花 多么芬芳啊 她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她悠哉悠哉 上学之际 一个罪恶的身影 正在她背后不远 幽灵一般的跟踪着她 这个幽灵啊 是一个看上去 大概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 她身穿绿色的军用大衣 骑着一辆红色木蓝 五菱形的摩托车 戴着紫红色的钢头盔 外人看不出她的高矮胖瘦 但是透过车上 有机剥裂的挡板 可以看到她的脸色阴沉 一双像秃鹰一样的血红的眼睛 盯着前面 红衣少女 苗条 而又美丽的背影 特别是瞄着她那刚刚发育成熟 丰满 而又线条流畅的臀部 眼睛当中流露出了一种凶恶 淫邪 而又异样 惊喜的光芒 这个人就是罪犯 罗玉刚 他左右 顾盼了一会儿 见路上 偶尔有一些行人 便一拧油门 加大马力追上了红衣少女 之后 用左手扶着车把 右手从大衣口袋里 掏出了一只白色的塑料柄的钢针 猛的就往少女的臀部 扎了过去 一股鲜血 顿时就喷了出来 染红了少女的蓝色的牛仔裤 由于她用力过猛过急 钢针 炸得太深 少女的惨叫声 又令她发毛 慌乱之中 她就是一拔 竟然只拔下了塑料柄 十多厘米的钢针 留在了少女的屁股上 她担心被路人发现 连忙再一次的拧动车把 开大油门 滋溜一声 窜出去了五六丈远 回头再看红衣少女 已经连人带车倒在路旁 大声的声音 她见没有人追来 哈哈一笑 扬长逃去 少女叫做方方 对背后突然袭击 她一脸茫然 既惊恐万分 又感觉身上某个部位 疼痛钻心 不由得惨叫一声 瞬间便疼得昏聚了过去 等她苏醒过来 发现自己已经倒在了地上 自行车 让自己喘不过气来了 再一看 几缕鲜血 正从牛仔裤上 鼓鼓的渗出 浸湿了腿边的草地 再一摸 屁股上一只 硬硬的钢针还在 一碰就疼得她直叫唤 眼泪夺眶而出 她哭了 不仅因为疼痛难忍 更是因为受到了莫大的凌辱 路人围了过来 扶起自行车 把她送到了医院 人们对少女的不幸 给予了深深的同情 对于禽兽 流氓性的恶作剧的肆虐 表示极大的愤慨 大家 你一言 我一语的诅咒说道 真是禽兽不如 丧尽天良 若是抓到她 非给她凌迟了不可 带着那一根 给方方 创伤印记的钢针 和不可磨灭的瘦乳感 方方 来到了派出所 你来得正好啊 派出所的人 对她说 我们正在搜捕这个流氓呢 这个坏蛋 又犯下了一条 不可饶恕的恶行 原来 我不是第一个受害者 是的呀 已经有七八个年轻的姑娘 报了案了 的确呀 罪犯罗玉刚 无视国家法系和社会功德 进行流氓姿势 实现尾随 追逐女性 刺杀女性的身体 侮辱妇女呀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方方之前 已经有十多名妇女的臀部 留下了与方方 同样不可磨灭的 受辱的印痕 受害者之中 有工人 农民 也有大学生 教师 礼仪小姐 白领丽人 一色都是少年的 漂亮的姑娘 当派出所接到 第一个女人报案的时候 还以为呀 是某一个恶少 不经意的恶作剧的行为 但是后来 觉得不对了 从接二连三的报案来看 这是一个中年男性 有预谋 有连续性的流氓行为 罪犯作案的手法 大致相同 都是刺扎女人臀部 都是起一辆红色的摩托车作案 但是由于摩托车 没有车牌 罪犯戴着摩托车的头盔 受害人难以辨认 其详细的面目 这给破案 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方方报案之后的 不几天呢 在东北 旺乡气象站附近的公路上 又发生了 极其类似的犯罪的案件 在一声声惨叫之中 又有几名年轻的妇女的臀部 被罪犯给刺伤 这样恶性的上海事件 一传十 十传百 使得海淀区西北部的永丰 东北望 温泉一带 乡镇的居民呢 人心惶惶 上下班的时候 丈夫都得护送妻子儿女上学 下课呢 也要有亲人陪护 夜晚呢 年轻女子不敢在公路上 单独出行 一时之间造成了恐怖的气氛 严重的破坏了公共秩序 危害了社会的安全 朗朗乾坤 岂容歹徒如此猖獗呢 公安人员决定 在罪犯经常出没的永乡 西北望 温泉等地段的公路上 设服蹲守 一张围捕罪犯的大网 就撒开了 1996年的4月5号 早上大概七点多钟 东北望派出所的民警 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 三十五六岁的年轻男子 骑着一辆红色的木兰摩托车 在邮电部 西北望地带的公路上行驶 摩托车 突突突的声音呢 立即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这个人会不会就是那个罪犯呢 从报案者所提供的情况看 有很多相似之处 于是民警立即 尾追而去 民警的判断没有错 这个人正是罪犯罗易刚 前几天呢 他听到了一点风声 说派出所的民警 正深入到居委会 排查协议人 因此呢 这几天他一直 不敢出动 致使民警的 敦服扑空 后来 这罗易刚一见 没啥动静 又耐不住寂寞 哎 要出来活动活动了 自从他春节过后 扎了第一个女人屁股之后啊 他就像中了鞋 抽了鸦片一样 对于刺扎女性臀部 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两三天不扎一下 他心里就像觉得 缺少了一些什么似的 今天呢 他是特意出来 寻找猎物的 因为他拿钢针的手 又痒痒了 他渴望 刺刀见红 见邪 看见女性的臀部 挨扎之后 透过衣裤 冒出烟红的血来 他就会感到 一种莫名的快乐 他总觉得 需要这种血腥的刺激 离不开这种刺激 他已经道德沦丧 天良泯灭 嗜血成性 说来也巧啊 罗玉刚就这么渴望着 一个骑着一个 二六式的自行车的年轻女人 好像头其所好的 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而且又是那一种 熟悉的红上衣 蓝色的牛仔裤 他最喜欢刺扎 穿这种服装的女人了 所以见了之后 他就如苍蝇 猪血一般 格外的兴奋 加大油门 就追了上去 等到 他快与这个 红衣女郎 并排骑行的时候 他的右手 猛的拿出了 一根木刺 毫不犹豫的 就朝着骑车的女青年的臀部 炸了过去 两个民警见状 立即大喝一声冲了上去 罗玉刚 闻声一惊 仓皇逃窜 但是这一回 无论他有多大的本领 就是能上天下地 也插尺难逃了 民警手中对讲机 一下子就召唤出了许多民警 将罪犯团团围住 从罗玉刚的身上 当即搜出 造脚数次一枚 钢针一支 长长的锥子一把 这些都是他作案的工具呀 女受害者叫做董明 一个18岁的女工 她是罗玉刚刺杀的 而又有暗可查的 第17个女性 在审讯期间 案犯罗玉刚故意耍赖 或者一言不发 保持沉默 或者左右而言他 声东击西 大非所问 或者说一些傻里傻气的怪话 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 无意识犯罪的可怜虫 直到最后 他现这样不能蒙混过关 哎 竟然装起风来 因为他内心非常清楚 他干的流氓丑事 社会影响极大 又是在严打期间 顶峰作案 法律之鉴 断然饶不了他 若不做一点异常之举 把自己包装一下 肯定难逃法律的严惩 于是他绞尽脑汁 使出了脱疾装疯这一招 企图以此满天过海 今可脱壳啊 他的这个装疯啊 说起来可笑 他突然就像中了某一种恶极一样 乱撞 看守所的栅栏门 嚷着要跑出去 放他出来之后呢 他满院子 发疯的乱走乱撞 抓脑自己的头发 做出浑身燥热难忍之状 谁要是拦他呀 他更像罪汉一样 偶物喷人 就连犯人都不敢靠近他 之后将他给捆住 他看见地上有圣魔残渣 捡起来乱吃 一会哭 一会笑 表情 一会吃 一会呆 一会有阴森可怕 折腾得累了 他倒头便睡 不择地方 不怕肮脏 对这个案犯的这些表演呢 公安人员一开始 手忙脚乱 莫非这罗玉刚真的有精神病啊 联想到 他的作案方式 确实 也有一些怪异之处 扎人屁股 确实是常人 难以 理喻啊 他对女性的犯罪方式 不是奸淫呢 不是肉体接触的威胁 而是一种无聊至极的扎刺 而且扎刺完毕之后 他有时连头也不回 并不观看被扎的对象 这种怪异荒诞的犯罪 是否出于精神上的一种 病理性的障碍呢 事情一时弄不清楚 只好暂时就被放下了 进行调查了解 并对犯人做进一步的观察 不久呢 便听到案份家属的反应 说这个罗玉刚啊 平时性格异常急躁 沉默寡言 但是一向身体健康 在1993年的夏天 在建筑对干活的时候 不慎呢 从三米多高的阳台上摔了下来 头部摔伤 昏迷一周 之后 在医院经颅骨钻孔手术治疗 基本痊愈 外伤之后一年之中呢 曾经出现过癫痫的发作 在夜间 曾经抽过两次 后来又送到医院治疗 这两年呢 从没有发作过 几年以来 没有发现 他有什么异常变化 公安人员 对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啊 异常的重视 看来 他家属的叙述 是真实的 那么 罗玉刚的疫态 是否与他曾经犯过癫痫病 有关系呢 他犯罪的这个原因 是否有精神障碍方面的因素呢 公安人员本着不冤枉一个人 但是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的负责的精神 请求有关部门 对案犯罗玉刚进行司法精神鉴定 于是这个案犯呢 被请进了康复医院 案犯罗玉刚 一见有可乘之机 一下求车 又发起风来 躺在地上 口吐白沫 时而 火言乱语 鉴定医生 把他给揪起来 让他坐在这个椅子上 他故意啊 往下出流 问他有什么病呢 他就 不回答 这个时候 正是言下 他突然 双臂 紧抱胸前 哎 浑身 颤抖不已 只喊 需要火炉取暖 医生对公安人员说 我们认为啊 犯人是装的 尽管他装的 还挺像那么回事 但是 他忽略了一个细节 太反常了 则不可信 夏天 非寒冷之时 他并非身体感到了寒冷 而偏偏寒冷 是意识上 故意寒冷 他做做的痕迹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 他是在装甲 果然 渐渐的 罗玉刚 在医生 一刻不停的讯问下 再也装不下去了 他的心理防线 终于崩溃 露出了 狐狸尾巴 经过一系列的心理测定 证明 罗玉刚的犯罪是有动机的 目的是很清楚的 他在作案时 手法是隐蔽的 在追问犯罪事实的时候 他常常故意隐瞒真相 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 经过分析 开导 感化 教育 罗玉刚 终于交代了自己 装疯卖傻 想方设法 开脱 罪责的事实 正义 又一次 战胜了邪恶 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 最后写道 罗玉刚 意识清楚 定向力完整 能够窃提回答问题 情绪虽显紧张 但是语速呢 语量适中 他还能够客观的陈述 1993年 那次外伤的遭遇 以及伤后抽风病的经历 虽然记忆力有所减退 但是未引出精神病的症状 鉴定结论时 罗玉刚实施违法行为时 精神状态正常 要责任能力 那么 罗玉刚是怎样走向了 畸形犯罪的道路呢 说起这个罗玉刚啊 他出生在50年代 当他长大的时候 正是摧毁文化的一场 浩劫呀 在中国的大地上横行 他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 可谓先天不足 而且很早的呢 就失去了父母 兄弟姐妹长大以后 也很少与他有情感上的沟通 他有妻子 也有儿女 但是由于他嘴笨 家人之间难得有温馨的交流 可以说他把自己性格当中 那种烦闷禁锢起来 缺乏亲情和爱 他的人生充满了寂寞和孤独 然而1993年那次受伤 使他的意识发生了转折 病遇之后 他在大都市的夜空上溜达 无意之中 他走进了一家私人开的录像厅当中 他在影片当中 看到了那些 在生活中遭受过异性的侮辱 存在着某种缺陷的反常行为 他们借着对异性的施虐 来满足报复心理的需求 这一下子就勾起了 他对自己命运的叹息 由于他文化程度不高 自身素质欠佳 在爱情婚姻问题上 遭受过异性的拒绝 而时常感到自卑不安和无处宣信 录像之中 他还看到了施虐淫的方式 就像鞭打呀 牙咬啊 针扎等等 他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刺激的兴奋 低级趣味 就这样完全捕获住了他的心灵 从医院回到家乡之后 寻求刺激的欲望 越来越强烈了 他的目光从妻子身上移开 转向社会 转向街道上来回的那些年轻的女性 当人们都在为工作忙碌的时候 他呢 却在准备着作案的利器 买钢针 肖木刺 收集锥子 铁钉 接下来 在一段干警审问罗玉钢的笔录当中 可以看出 他是怎样堕落为罪犯的 我宇刚 你都扎的是什么人 看上去 二十岁或者三十岁左右的骑车的女性 你怎么知道 这些人的年龄 从后面看体型 看身材 你为什么 要扎这个年龄段的女性 因为他们年轻 觉得他们好玩 扎起来 比较刺激 你为什么 要扎他们 他们 可跟你 无怨无仇啊 是的 我跟他们素不相识 我就是为了找乐 寻求 一种刺激 平时我很压抑 总觉得 要发现一点什么 扎了他们 造成他们精神上的折磨 肉体上的痛苦 我就感到快乐和满足 内心就不再那么无聊寂寞了 真是无耻 你知道 这样做 是触犯刑法吗 我当然知道 是犯法 既然知道是犯法 为什么 还下得了手 罗月刚沉吟一会儿 回答说 我现在非常后悔 老实说 第一次 扎女孩的时候 我还真是手下的发抖 那天我下班回家 看见前面 一个穿红衣的女孩 骑车 在前头走 她那苗条的身材 和丰满的臀部 吸引了我 我控制不住自己 冲上前去 一开始 我不敢扎 与她 并行了一段路 最后 我一狠心 一锥子 扎进了她的屁股 看着血 从她裤子上涌出 听见她一声惨叫 却不知道怎么的 我从中 体验到了一种 快意和满足 从此 我就一发 而不可收拾了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我扎了二十多个女人 我总有一种 攻击的冲动 看见 穿红衣服的女人 就特别突出 就同上了眼 就这样 我已经到了 欲罢不能的地步了 你没有想过 这样做的后果吗 我没想到 女的会报案 罗玉刚 被一声枪声 从这个世界 给带走了 而结束了 罪个生命的一声枪响 却震人心弦 发人深思 罗玉刚的犯罪 及其生命的终结 完全是罪有应得 自食其果 但是 从她的身上 难道不可以 发现一些什么吗 她的心灵 极度空虚 完全被一种 纯粹下流的 低级趣味 迷住了心窍 追求畸形刺激 以至于 道德沦丧 跌入邪恶的深渊 由此可以联想到 如今呢 城市当中 某些中年男性的 一种病态心理 他们在酒足饭饱之后 精神空虚 无聊至极 据调查说 几年来 施虐淫和性虐狂的案件 之所以称上升趋势 就是城市这种病态心理的反应 迷途应该知反了 面对精彩分成的世界和人生 要正确的对待生活 建立起高尚的追求和情绪 切不可因 一时的感官刺激 而误入歧途啊 北山 有名北尘山 坐落在厦门市同安区的 五险镇的境内 占地 大约1220万平方米 是省级的风景名胜区 景区内呢 有著名的 十二龙潭瀑布景区 轮轮交岩 居高临下 城上起下 凹凸险峻 山泉 冲躺其上 城铺 雨季 拳发时 更是声波震耳 气势雄魂 北山龙潭 自古被列为 厦门二十井之一 就在龙潭瀑布上方 一百米 有一个小洞 名为龙泉洞 这个洞呢 本来是游客 远足北山极高点时 中途纳凉休息的绝佳去处 不想 二零零零二年 一起震动全厦门的惊天大案 却在这里发生了 三月的北陈山 英飞草长 飞步轰鸣 一派欣欣向荣的春日气息 引来了远客游人 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山间石径 渐渐热闹起来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二号下午 负责景区保洁的两位大婶 一路清扫着废弃物走上山来 三点多钟的时候 两个人接近了半岭湖龙泉洞 这个洞啊 本来呀 是北陈山通往牛岭峰高处的 一个蹄字山洞的景点 从龙泉瀑布步行上山 到这个地方 大概需要半个小时 而且一路山道齐驱 男行 游人较少 就像往常一样 两位大婶在龙泉洞歇小 不想啊 刚一到洞口 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只见几个年轻女子 横七竖八的 倒在洞内的石桌边 身上血迹斑斑 两个大婶顿时 就惊出了一身冷汗 撒腿就往山下跑 到半山腰的景区管委会 报告了这一情况 下午三点五十分 厦门市公安局 接到北辰山 景区管委会的报警 立即赶赴现场 下午五点四十八分 厦门市公安局领导 率重案大队侦察人员 以及法医 横检等专业技术人员 相继赶到了现场 现场的惨状啊 令见过许多血案的侦察员们 倒吸了一口冷气 就在这不足十平方米的洞内 四个年轻的女子 横沉在血泊之中 身上到处都是刀伤 踪迹六十余处 刺破女子 心肝肺胃胃等内脏 致使他们急性的失血 休克而死亡 在严动石壁上 血迹斑斑 石桌和地上散落着 还没有喝完的矿泉水和饮料 桌子上黑色的旅行包被翻乱 里面留着女孩们的化妆品 和通讯录 案件发生在风景区的深处 地点极其偏僻 人员流动性强 判难度可想而知啊 当晚九十许 在警区官委会狭窄的原桌边 第一次专案会议就地召开了 专案组呢 分为技术勘验 现场采访 受害者关系排查 面上排查 技术侦查 五个小组 分头采取侦查措施 三月十三号凌晨 警方来到了厦门东轮 制造公司调查 因为现场遗留物中 发现的工资单显示 四名年轻的死者 都是该厂的员工 东轮制造厂 全厂哗然啊 这是一家外商独子企业 一九九九年呢 从这个进乡 前来通安贪图村的 四名死者 年龄最大的二十六岁 最小的只有二十岁 据厂方和员工反映 四名受害人 在工厂呢 表现都非常好 人际关系也不错 一个人呢 是班长 一个人是副班长 其他的两个人呢 是流动的技术指导 都是工厂里的技术骨干 在厂方配合下 全厂动员大会 连夜召开 到凌晨 调查组 便初步查明了死者的身份 和被劫的财物 包括一部 摩托罗拉 木蓝色的手机 项链两条 和银行储蓄卡 若干张 凌晨一点半的时候啊 在这公安局的大楼呢 还是灯火通明的 全局十六个派出所的所长啊 紧急召开了会议 部署全区的清查行动 之后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 同安分局全体资认区的 这个民警啊 就开始了地毯式的排查 现场勘查和技术组啊 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全面细致的痕迹 和法医鉴定工作 对嫌疑人的这个模拟的画像 就同时展开了 最后综合各路的情况 专案组呢 对这个案情啊 就做出了方向性的判断 从凶手作案手法老练 作案之后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初步判断案件的性质为 抢劫杀人 但是由于专案手段残忍 也不排除仇杀的可能 几个女孩身中六十多刀啊 凶手为二人或者二人以上 流窜作案的可能性大 发案时间为当日 十三时三十分至十四时三十分 警方现场访问组呢 通过大量的访问 先后排出了七名 曾与案发时在现场附近 出现过的嫌疑对象 并把重点定位在两名男青年的身上 根据这个风景区的售货员反映说呀 当天下午两点半的左右 看到两个青年呢 从山上下来 两个人均穿黑色上衣和身色的长裤 腰间绑着身色的外套 发现死者的保洁员 在早些的时候 也看到这两个人 行色匆匆的经过蓝水坝工地上山 而一个摩托车载客的工人 也提供信息说 当天的十四点四十五分左右 这两个青年呢 分别乘摩托车 离开半山的仙宫停车场 其中一部为蓝色的摩托车 但是啊 这个售票员和门卫呢 都没有见到两人上山 312的血案震动了整个福建省啊 被省公安厅列为全省严打整治的四大悬案之一 被公安部确定为督办案件 应该说厦门警方啊 不可谓不用心的 仅就三月十二号到四月二十号的 侦破工作的统计呢 专案组召开各种发动会 就高达一万五千八百六十四场 走访群众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一人 引发通告一万九千七百三十一份 排查通安区 十六到三十五岁的人员两万余人 排查摩托车四千七百八十五步 排查期间呢 不断的有线索付出 又不断的被排除 但是两名黑衣男青年仍然如同时辰大海 消失在北陈山苍茫的夜色之中了 四月底的时候 随着重点嫌疑目标 一个一个的被排除 拉网式排查 从同安延伸到了全市范围 天道愁勤 五月六号 大多数人正盘算着黄金周的最后两天 应该如何潇洒度过的时候 没有沾上长假边的专案组啊 迎来了一缕盼望已久的曙光 暂住在湖里区高殿村的一个外来人口 使用了手机与死者李毅被截的手机相似 这是55天来与犯罪嫌疑人最为亲密的接触了 指挥部立即调整警力 由周林辉大队长率重兵遗失胡理殿前 当天晚上七点多 这名在工地做泥水工的重庆市 永川县人刚刚走到殿前二祖家的门口 就被请上了警车 民警们从他身上搅和了内部 消失了一个多月的蓝色的摩托罗拉手机 经过一夜的工作呀 这名不知深浅的当事人说出了实情 手机呢 是向他的妻子的堂弟孔德春 以400元的价格买来的 孔德春现在下落不明 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 指挥部指挥一线民警 全方位的开始调查孔德春 孔德春 南 三十岁 重庆市永川县人 曾经因为抢劫被判刑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与孔德春经常在一起活动的几名 永川的老乡浮出了水面 而与他一同失踪的仙城海 最为可疑 从永川老乡出的调查之中啊 警方还掌握到了一条几乎构成证据的线索 三月十二号晚上 有人呢 看到孔德身上 裤子上 沾有血迹 他和先生海 一起用几张来历不明的银行卡 在桂园机上提过钱 结合现场目击者 对二人体貌特征的描述 专案组基本确认 犯罪嫌疑人就是 仙城海孔德春二人 根据对仙城海孔德春二人的社会关系 和潜在的落脚点进行分析 专案组五路追兵启发 第一路啊 直奔着福州的连江 第二路呢 奔赴广西的北海 第三路 沙向湖南的乡乡 第四路 前往广东的藩语 最后一路 只飞重庆 仙孔的老巢 诶 决战时刻到来了 五月十号傍晚 广西北海市 银院住宅小区的门口 三名身着 T恤短裤的男子 信不走来 进入了小区门口的一家 穿菜馆 坐了下来 这个穿菜馆啊 很小 没什么客人 三个男子的目光如炬呀 这时候 一个身穿粉红色短袖衬衫 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呢 从厨房里走出来 招呼客人 这个穿着粉色衣服的女人 正是孔德春的老婆 魏寿秦 专组就分析了 孔呢 很可能回北海 找老婆 就在这家穿菜馆 对面 设下了埋伏 手助带兔了 四名警察呀 包下了 正对着这个穿菜馆的小女士 临街的房间 四个人呢 分成三班 一刻不停的就轮流盯着这个小店的动静 晚上这个小店打烊之后啊 他们又将这个布袋口呢 设在小店附近的暂住处 漫长的二百四十个小时过去了 但是兔子最终仍然没有出现 但是其他的追捕小组啊 纷纷反馈回来很有价值的线索 连江那一路 发现了仙孔二人到过连江 之后呢 往少武并在该地抢劫作案 湖南那一路啊 发现了仙孔二人 曾经于5月5号晚上 在这个地区 抢劫了一个女青年 劫走手机一步 并且呢 把这个手机啊 以三百元的价格 卖给该市一家二手手机的商店 重庆那一路呢 取得了仙孔完整的户籍资料 照片等 但是并没有发现 仙孔于5月26号 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出现 并且继续实施抢劫 抢劫手机和小灵通各一步 以及现金一千四百多元 警方就分析了 仙孔二人呢 都是选择在当地的风景区 偏僻的地方实施 一刀威胁 这个手法呢 就和之前的三一二案 极为相似 不同的是呢 二人作案的时候 都是戴上眼镜 进行了伪装 其中一个人身着迷彩服 这些线索成为下一步 追捕的有力的证据 指挥部就分析了 两个人的踪迹呢 是沿着福建省到云南省去的铁路移动的 而且呢 两个人说过 要去云南买枪 六盘水呢 就在云贵两省的边界 再过去啊 就是云南的驱靖市 驱靖的地理位置呢 在昆明和六盘水之间 指挥部就决定兵分两路 前赌后追 决战驱靖 指挥部向云南省省厅 发出紧急通报 请求在云南全境 真控仙城海 控德春 厦门警方 到达六盘水之后 立即就找到了这个 遭先控抢劫的受害人询问 受害者马上指出 照片上的仙城海 就是警方要寻找的人 细心的侦察员发现了 受害人遭抢之后 新买的科剑牌的手机 与被抢走的那一台 一模一样 追捕小组 就沿着这个入滇公路啊 一路前行 5月29号上午 抵达驱靖市 陆梁县 这个县城周围 有两个风景区 分析作案的目标 仍是风景点 而位居两个风景点中的 人民广场一带 这个旅客多 应该是先控二人 可能选择的落脚点 一行人呢 立即在人民广场这一带 驾往设服 陆梁县的这个海拔呀 大概有一千多米 设高原 正午的太阳啊 火辣辣的直射着 人民广场呢 位于这个县的中心 视野开阔 设置了许多 长条这个石凳啊 供邮人休息 厦门警方呢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找了一个树荫的地方 蹲点 眼睛就盯着 每个进出广场的人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仍然不见目标的踪影 六点多 太阳落山了 广场上人 渐渐多起来了 侦察员的眼睛 都有一些酸了 但是他们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生怕 少有一闪失 就会 错过目标 六点四十分 两个皮肤有黑 身材消瘦的男子 就从广场 这个边上 走了过来 坐在石凳上 其中一个人呢 手里拿着一部手机 骆建国 过流流 两个人发现 那台崭新的 银灰色的手机 而持手机者呢 穿着 是一件与受害人描述过 相同的迷彩服 这两个特征 都与对象吻合了 侦察员看出了机会 扑了上去 先恐二人 反应过来之后 拼命的侦察 职长 抓错人了 当侦察员 严正声明是 下门警察的时候 两个人 一下子 就瘫软在了地上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跑到千里之外 仍然逃脱不了 灰灰法网 这两个人 正是全体专案组 苦苦寻觅了 七十七天 在厦门 通安 北陈山 抢劫杀害 四名旅青年的 杀人恶魔 五月三十一号 下午三点四十分 仙城海 孔德春 就被押解回夏门了 根据仙城海 和孔德春的交代呀 他们在厦门 决定作案之后 就在连板附近 购买了两把 担任的尖刀 之后呢 他们看中了 北陈山警区 并于作案前一天下午 前往北陈山踩点 三月十二号 中午的时候 两名凶手 发现有四个女孩子上山 于是尾随到了龙泉洞 见到四个被害人 在洞内小气 二人持刀冲入洞内 把手动口 威胁四个女子 贤城海 首先刺伤了 其中一个女子的脸部 和另一个女子上身 之后 威逼被害人 交出钱财 并搜身翻包 胁迫被害人 输出银行卡的密码 为了杀人灭口 两个人又拿刀 将这几名女子刺死 先生海称 孔德春 怕他们没死 又在我们逃离之前 用我的刀 去捅他们 因为他的刀 已经刺弯了 此后两个人挥霍了 抢来的钱财 并逃离一下门 凶手还交代 同安北辰山案件 并非其在厦门首次作案 之前的2月23号晚上 两个人还伙同老五 另案处理了一个嫌犯 在金榜山公园 尼古安的附近 吃刀抢劫了两名女子 除抢走 以肖姓女子携带的 290余元外 他们还用彩刀 砍伤 削的左手背 并用布条 将二被害人的手脚捆绑 嘴缠住 之后逃离现场 2002年5月12号 仙城海又伙同 罗庆勇 在浙江省 金华市金茂大桥北端 使匕首 将坐在江边的 一男一女杀死 并抛尸江中 抢走了二被害人的 手机等财物 在逃离厦门的途中 二人除在浙江 杀人之外 还辗转全国各地 通过持刀威胁 或砍伤被害人 等暴力手段 先后在广东 湖南 贵州 云南等地 抢劫十几人 作案六起 2002年7月25号 厦门市中级法院 一审判处 二人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2002年8月30号上午 厦门 北陈山特大杀人案的 两名罪犯 26岁的千成海 和30岁的孔德春 被二审判处死刑 押赴刑场正法 政策宣判处死刑